各位 我們與會的貴賓 我就不一一點名 大家已經準備要回家了 有人要準備領獎了 我原來有沒有被告知要上台 因為我想說都是認識的好朋友 那看到我們長期成長過來 我們自己可以在疫情期間 還可以辦這樣的活動 應該是全世界很少很少數的 大概是既資安大會之後又一盛事 我大概最近幾個重要的東西 我大概很簡單提 就是我們資安產業一直提 工業局是重點 資安不應該是獨立出來 成為一個核心的產業而已 所以總統本來講六大核心產業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雖然裡面有一個資安獨立出來 可是它不應該是資安自己做 它應該要融入到其他的核心的 其他的五個核心產業 還有五加二 所以現在資安產業的推動 就不完全只是資安自己獨立 而是應該要融入到所有領域 所以我們今天工控裡面有金融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的關鍵基礎設施需要的東西 未來都應該在裡面還有醫院各個醫療 所以經濟部的責任就越來越重要了 再來就是我們資安管理法在前面 理德財院是跟大家的努力也通過了 顧立熊秘書長是律師出身 以前在金管會 所以他一來第一件事就是說 法律通過了後面重要事是要落實 不然大家在作文比賽 顯然他金管會的時候有聽到一些風聲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真的要努力 落實真正的法規上面規定的內容 否則就是沒有效果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努力 讓我們的資安產業在未來幾年 真的可以透過這一次 有一個國際化很快的擴充 那我覺得我在那邊 我6月15號去到現在覺得 這個機會真的很大 因為世界各國忽然間 除了看到台灣防疫成功之外 看到台灣的資安產業的重要 尤其在中美的大戰之後 都不想用中國的也不敢用美國的 就想一想好像還有台灣的可以用 所以我希望我們透過這樣子的 不斷的努力跟PATIS 還有大家的參與 讓我們台灣的資安的領域 不只是做資安的人做資安 而是各個領域的人都可以做好資安 謝謝 好 我們掌聲鼓勵謝謝李志偉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經濟部工業局 請嚴峰部組長上台為我們說幾句話 李志偉 還有我們駭客協會的相關的夥伴 還有辛苦的一些工作朋友 還有我們的不管是駭客 還是對駭客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辛苦了兩天 已經到了閉幕室 剛剛捷琳有講過我們工業局有host 一個所謂叫八邦體的一個計畫 一個挑戰賽 介紹一下 已經第三年了 我們前兩年都是用網路的一些掛在網路上 我印象中前兩年在頒獎的時候 那個老闆都非常有感 他說他的產品絕對是安全的 可是被我們的駭客一攻完之後 他真的是很自願掏腰包出來 再加碼給這些年輕的駭客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今年我們又特地擴大到實體的一個產品 我相信未來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剛剛李志偉有指示說 其實六大核心產業裡面 有特地獨立一個是資安 但是資安其實是橫跨所有的產業 尤其是4G時代行動網路時代 未來5G的時候就是萬物聯網 就是機對機的聯網 到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要推 所謂的AI人工數據 Big Data 有這麼多數據就表示說 大家想要當駭客的機會越來越多 我們台灣以這個自動訊為大國 其實剛剛李志偉講說 為什麼台灣有優勢 因為台灣重視資安 我們的產品就是這個 就是具備有這個資安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年會 去針對一些技術的交流 可以讓我們去反省一下 我們在開發這個硬體設備 軟體設備 系統整合介面 未來5G時代這個白牌的升級 必須要把資安融進去 才能夠得到這個國際的認可 這個才會變成台灣的實力 是因為擁有資安的元素 會更上一層樓 那就預估這個閉幕成功 謝謝各位 好我們請嚴副部署長先留步 站到中間那個有畫那個黑色膠帶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快速的頒獎典禮 我們知道大家歸心世界了 好我們這一次的包邦題呢 我們頒發的是這個網通設備獎的這個第三名 第三名是對名叫做夜宵哥哥與他的飼料 來這個隊伍在哪裡舉手一下 來請上台 來我們請我們的夥伴們 把這個獎金支票拿到上面來 雖然沒有配樂 那我們給他一點掌聲一下好不好 來 來這個隊伍呢 是由Picon Girl 還有警政單位 相關的一些資訊 資安的相關人員一起來 哇證人很浩大 好 嚴副您可以站在 對對對中間 OKOKOK好 來 嚴副手拿支票 手拿支票 對對對對對 好 好那我們呢 請這個夜宵哥哥與他們的飼料呢 先回位子休息 嚴副請留步還有一名喔 我們這樣頒發的也是網通設備獎的 第二名叫 UCC優布 來 UCC優布在哪裡 好請上台 那我們請我們的同仁呢 把這個 道具支票呢 也拿上來 來 這個UCC優布喔 聽說那個優布叫Uber啦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翻成了那個 中文 UCC優布這兩天也有在社群的攤位上面 好謝謝 也謝謝嚴副謝謝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志偉上台來幫我們頒發第一名喔 我們其實這次的比賽有兩個類別 一個是行動支付 一個是網通設備 那我們先來頒行動支付的第一名 剛才那個行動支付的二三名其實是重缺的喔 經過評審時候其實是重缺的 所以我們頒的是第一名 一樣欸來 剛才那個行動支付的第一名 夜宵哥哥與他們的飼料 來請再上台一次 好 好這樣可以 確定每個人的臉都可以露出來 對對你的臉 你的臉 對 我們台灣難得戴口罩頒獎 你看場面非常的可愛 好來 請留步 接下來來 請 我們未來希望能夠多一個零啦 來我們接下來要分享的是網通設備第一名是 Handroid Security Team 來請Handroid Security Team的同 夥伴們在哪 來請上台 來我們請同仁把道具支票 網通設備的第一名的道具支票 來 送上來 我們期待未來五萬可以變五十萬齁 期待期待 我們集中一點好不好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對 站到自己的旁邊 對 好 謝謝 得獎的 恭喜得獎的團隊 也謝謝志偉 謝謝 接下來這個時段是尬聊的時間 我們把尬聊的時間交給三位主持人 Sean Mars John 來 好 大家好 我是John 好 好 好 今天遇到我們最刺激的議程 就是Lightning Talk 我們是不是還沒有決定要多久的時間 你說一場Lightning Talk的時間 我們以往是 以往好像是三分鐘 那我們今年把它延長 改到五分鐘 五分鐘 佛心來了 包含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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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就開始計時囉 第一個上來吧 忘記說還有包含下台的時間 跟靶線 開始 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是 今年我們UCC不變態 我們只變態 這個變態是指變體態 可能有些新的會眾不太曉得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John Thunder 我是UCC Hack Co-Founder AKA資安界大淵 晚上唱歌的時候 APK RIP 這件事情發生在去年的 HeatConLightning Talk裡面 我們就有一位Member 因為發表Lightning Talk 被人家說金變台 為了洗刷我們今年社群的聲明 所以說 我們就大聲地打馬賽克 然後講一下去年他分享了 怎麼看別人的GPS位置 大家記得拍照片的時候 EXIF 沒必要的話就關掉 所以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他覺得戴錫礦眼鏡 覺得他自己好像變態 但我們一致認為不是這個問題 今天其實要講的是變體態的問題 去年HeatCon的時候 我講了一個Bypass EDR Talk 然後拍完之後 IT Home記者均有 下次拍照片都可以幫我美圖一下 那時候拍完之後 覺得自己太胖了 然後就想說 那我就開始運動好了 然後當然運動了 你就要找健身房 那找健身房呢 我就找一個有電子系統的健身房 然後這電子系統 你開始就會想說 駭客都被害妄想症 我自己要安全嗎 是不是哪一天駭客就會攻破這個系統 然後是不是哪一天 健身房系統被加密 然後害我不能運動 對 那就像手錶一樣 突然被加密 對 就不會記錄你的東西了 那 今天ORANGE也有提到說 自己用的服務沒有打過 駭客支持 對 所以一定要試一下嘛 對 打不出來的東西沒關係 就要試過 對 那經過兩個月的努力 我兩個月在找這個房人B.A.T. 然後找了兩個朋友 陪我去上健身房 那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註冊的系統 所以說 我找了兩個健身房的朋友 然後陪我一起做運動 對 雖然他們兩個 我覺得不太認真 對 但楊貴加油 對 然後呢 將近我兩個月的努力 我只找到一些很low的firmability 例如說 delete其他user data 但是只能delete一些沒有用的資訊 然後可以emulate這個 這個system裡面的 total member account 有多少 他現在賣了六萬個系統會員之類的 六萬張票 對 單次入場什麼都算 那我只找到重房人B.A.T. 那因為 他想說 這樣不能上來講 不能投稿 我想說 我們覺得說 還要繼續努力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竟然每次入場呢 他們都要掃QR.Code 那我就 跟朋友借了這個QR.Code 然後想一想 一直在參悟這個QR.Code裡面帶了什麼秘密 然後當然我就reinformate了一下 那這個QR.Code裡面 他大概就帶了三種資訊 一個是type 就是你是customer one time pass one time的tkey啊 之類的 就是你是拿一種票種 然後你的user id 然後你的 serial number 然後這樣呢 是組成你的QR.Code 然後你會經過一個類似 身份去運動呢 對 然後我就開始說 那既然我可以uid 我就配合前面的vmability 我知道他每一天 會增長的量大概是多少 我生產了50張QR.Code 然後 我幫我朋友的account呢 加出值 然後我就在 早上7點的時候呢 拿了一堆QR.Code 去健身房閘門 早上7點 健身房員工也在運動 然後我就在那邊QR 在那邊刷一張 刷一張 欸 怎麼都沒過 然後當那個健身房員工發現不對啊 那這個人怎麼一直都刷不過 那是需要幫忙嗎 欸 終於換到一張刷過了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Bluforce 的攻擊呢 其實是可行的 但是 當然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呢 對 要頂住電源的壓力啊 對 然後 所以我經過這一年努力 雖然沒有瘦很多 瘦10公斤 對 但是覺得 今年拍照也比較好看 所以今年就特地穿同一件衣服 再來拍一次 對 好 所以砍估箱是暴力破解可行 但是你要有厚雲皮 好 然後再來你想變瘦 來投稿起康就對了 那然後 你要可以早間可以讓你準時下班的公司 就這樣 唉唷 不錯 時間還有剩20秒 好 那我們再換下一個上來吧 這個 然後想要變瘦可以投稿啊 但是 這個 不要當總召 因為不然會變胖 大家覺得就是今天議程精彩 那我最後帶來一個就是NVR的RCE 那這個RCE 就是我去年在TDOG抗旗有講過 那就分享給大家 那NVR是什麼呢 NVR就是 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網路的IPcam嘛 那NVR其實就是去搜集這些 一些IPcam的一些資訊 然後放在這個主機上面 然後放在這個主機上面 那我們今天講到廠商是什麼 欸 沒錯 那我們不要講出來 我怕等一下主機被 這邊應該沒有廠商的人吧 OK 那這上面呢 那我們一開始在上面找到一個 先講一下的緣鬼 為什麼會找這台 這是我們在追蹤一次APT行動之後 調查的時候 為了拿下那台機器 就是特別去研究它 那它上面就是有一個LFI漏洞 那有LFI漏洞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把它Source code全部都 拉回來稍微看了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 最後在一個上傳設定檔的功能 的地方 發現一個漏洞 超爽的System 還用那個使用者可控傳輸一串 然後呢 在我們深入研究之後 這個漏洞沒有驗證 得頁面沒有驗證機制 所以你不需要登入 你就可以直接訪問這個落點頁面 然後呢 它需要做檔案上傳動作 但是 檔案上傳的部分 它可以使用空的檔案 就是你不管丟什麼東西 它就是會work 然後 那時候就是 有放POC 那其實 基本上你只要找到一個target 你用CURL直接去request 那 它就直接會把結果彈回來給你 那這就是一個結果 就是直接噴出來 那 就是我昨天就是想說 上小天看一下大家修補的狀況 那在台灣的主機上面 其實就有看到 大概有91個設備 在網路上 然後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有二三台 就是 確定 它應該是有落點的 我沒有去打它 我是看它的版本而已 對 剛剛那張圖是為什麼 剛剛那張圖是 很久之前的圖 那這次 那次報有CV 那如果有興趣 就是 大家找這個CV 應該就可以找到 TDHCon上面有些簡報 好 這邊報告就是大家這邊 謝謝 哇賽 竟然還蠻快的 好 那我們讓 下一組上來 那個 今天我也覺得很佛心啦 我保證 待會兒一定不會是我 這個八線的 知道什麼嗎 因為我們會直接切訊號 已經開始計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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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啊 我還要接線 你知道我平常為什麼要做功德嗎 就是要做功德 就是為了避免再講藍瓶頭 還會投出來嗎 欸 等一下 我還有設定 QQ 啊 哭啊 啊 有了 總之就是今天我要講的是 C-Con 不是C-Con 是HeatCon20的奇葩獎 我30秒已經過去了 好 下一張 那我是鯉魚 然後我是C-Con 就是今年總造界奇葩主展 是今年HeatCon的議程組員 那其實我今天講的不是奇葩獎 而是試機回顧 為什麼 因為我講不完 我時間又更少了 好 那總之 我們就進行到奇葩獎的部分 首先第一則是 忠祐招海達人AKA Tim哥表示 IP位置被 注入病毒 那 這種時候我們應該讓 Tim哥來示範一下 怎麼注入病毒呢 首先我們拿出我們的詞條卡 插進去 登登 我們就把我們的病毒 注入進這個IP了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以為 以為注入病毒很難嗎 沒有 我們學學Tim哥 謝謝Tim哥每年為我們帶來 這麼 這麼優質的稿件 那再來就是 好累喔 再來就是 用機場螢幕打PS4 美國男子被機場制止 你覺得搭飛機出國玩 就有機場delay很無聊嗎 但是你有PS4帶出門 卻沒有螢幕啊 沒關係 我們有機場的螢幕可以玩 然後你就被抓走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下一則就是 大家一定都看過 純靠北工程師的這一則 辦公室有個大牢 不知道為什麼知道HeatCon Zero Day之後 就下令把這個Domain制作IP封鎖 免得HeatCon來打辦公室主機 嗯 這件事情嗎 其實我覺得我也不是很懂啦 就這樣子吧 那 其實我覺得我時間好一點多 可以慢慢講齁 還有十分半耶 慢慢來吧 那下一則就是 Apple Mail加密郵件 從未被加密過官方正修復中 就跟太陽餅沒有太陽 月亮蝦餅沒有月亮 牛舌餅沒有牛舌餅 老婆餅當然也沒有老婆嘛 這一切非常的合理 加密郵件當然也沒有加密嘛 合理 那下一則是 我們的 這一則我記得好像滿長的 就是 駭客逃亡中國13年 因為武漢肺炎 投奔回台灣 那為什麼 總之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他在2000年的時候 就是 中間一整段手段 但我中間不敘述了 但是 他付法獲利總共四萬兩千五百元 被判刑了 一年十個月的 有期徒刑 但是因為這樣子 他逃去中國了 逃出去了13年 然後 今年因為疫情 他逃了13年之後 終於回來投案了 之前你看第一張 就是後面那個圖 他真的有去警察局投案 然後 就這樣子了 他就回來了 那既然我們提到武漢肺炎嘛 欸 我講出來了 總之就是疫情嘛 那 其實我剛前面講到 我是今年SeaCon20的總召 然後我們原定是要辦在 就是3月28號 但是 因為疫情 我們也到8月8號 那 就是不知道大家去年 就是有來參加 SeaCon的 應該也有參加我們的 Lightning Talk 不知道有沒有記得 就是好像有一則 Lightning Talk 好像也有提到SeaCon 有人記得內容嗎 那我先幫大家回憶一下 就是 在我們的 歐帕斯開發秘星 有一位做了死亡Flag的人 他說 SeaCon 2020會辦在3月28號 結果呢 我們延期了 就告訴我們 Flag不要亂立 尤其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我要效法他的精神 我還是要來立一下Flag 那怎麼辦呢 SeaCon 2021 問號 我只保證不會在11月12月半 那其他我不保證 那應該不會有死亡Flag的問題了吧 那總之就是有興趣的人 或是有興趣參加籌備團隊的人 就可以關注一下粉專訊息這樣子 那總之謝謝大家 我時間好多喔 好棒喔 謝謝大家 竟然提到結束了 好 我們來下一位 一樣開始計時啦 開始計時啦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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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 欸有有有 有有 沒聲音 喔好有 跟剛才前面比起來 我是像一個小小的 就是好像上來講一下東西而已 那個 我要講PowerShell 然後我相信這裡 一堆已經用過PowerShell 或者是在Windows Server上一定常用過PowerShell 不過我還是知道很多學生從來沒有碰過PowerShell 所以我要上來講一下 好 那 我在這接下來幾分鐘 我是誰就不講 我是Seal 好 然後 我接下來從最基本開始 好 PowerShell你最基本要知道的是 它前面是用動詞 然後後面加名詞 所以你會看到Write Host Info Web Request這些 好 然後它的AOS 它有個叫別名的東西 就是它會用它那個字詞的開頭當別名 所以像Info Web Request 它就用IWR 然後Get Variable GV 這類的 好 那 我講一下基本的PowerShell 它會怎麼寫 它會像這樣子 Write Host Hello World 這樣就可以印一個Hello World 出來的 有點像打開口一樣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它是Case Insensitive 所以你大小寫都沒關係 好 然後接下來 它可以加上一堆Escape Character 它Escape Character不是用寫線 然後它是直接用Back Tick 好 那接下來它更扯的是 它可以拿來直接叫Dotain Assembly 所以 你要Web Client 你要TTP Client 這些都可以叫 所以你看到Web Client的話 你可以直接Download String 好 然後接下來 PowerShell可以吃 Base64之後的一整個Script Block 好 那把這些東西合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寫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像這樣子 剛剛那個原本很簡單的 Write Host 可以長這樣子 你這個逆向的時候真的會很累 然後 它更扯的接下來是 你甚至可以再把那個C-Sharp Code丟進去 給它在Memory裡面執行 那 這裡面有一些Example 我就沒時間講出來 就是那個 自己看這兩個Github上面的Repl 好 那所以我舉例一下 就是上面那個是很常看到的C-Sharp Code 這只是叫DLImport 也叫UserSense 然後彈一個Dialog出來 好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 在Windows伺服器的環境底下 常常會看到PowerShell Threat 那 為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 PowerShell它會變成它的Parent Process 然後就是 裡面執行了什麼 所以你基本上上面看不到 尤其是那個 它的Code是只是 只是叫一個TTP Client而已 那實際上 人家在做的事情 都是只是在Network上面直接執行的 然後 它很好叫Revertial 所以 你只要叫一個TTP Client 然後你的MC沒有那個反應就可以交出來 然後它的那個Officification很好寫 你甚至要自己手刻也可以 當然也有工具 好 那Existing Mitigation的話 就是最常看到的是MZ 然後加上Windows Defender Windows Defender 它就是用MZ這個 微軟Windows 以上開始用的這個東西 然後 它裡面有包括 最基本的就是 它會幫你掃PowerShell裡面的東西 然後 它會幫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Officification 然後 Static Dynamic Analysis 稍微都會執行 所以像是裡面有提到一個URL 它就會 Windows Defender就會實際去那個URL掃 好 那 所以我們這場看到的 在Windows Server底下環境的話 是像Invoke Mini-Cats 那Invoke Mini-Cats 你打下去的話它就跟你說 這個東西有可能有問題喔 好 那 所以我像剛剛說的就是 這個東西其實很好為Bypass 然後 最基本拿來做Officification的東西 是一個叫Invoke-Officification的工具 在Glap上面有 然後 MC Trigger是用來檢查說 會不會被MC抓到的 然後PSMC是自動化 就是檢查 幫你找 不會被MC抓到 然後 Chimera的時候是比較新一點 就是 一樣PSMC 然後加Invoke-Officification 然後加Invoke-Officification 然後幫你把那個東西加密 加密到 不是加密啊 是Officification到 那個 它完全不會被辨識 AMC辨識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你甚至要自己手課也可以 然後我原本要Live Demo 我不知道我沒有時間Live Demo 所以 那我就直接給你們看Code 然後 最左邊是 我寫很基本的就是Invoke Mini-Cats 然後叫IEX 叫它執行下去 因為IEX Invoke Expression 它會把 你微進去的PowerShell的東西 直接執行一次 然後右邊這個 我完全沒有用工具 自己手課 然後 就這樣子 把Invoke 把那個E 變成一個Char 然後咪咪大小寫 然後再把那個Cats 然後前面加一個 BackTick 然後加一個P 然後這樣子合起來 然後再把那個P拿掉 然後再IEX 它這樣就可以 那個Windows Defender 就沒有提示了 好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這些聽起來都很基本 尤其是 在Windows Server上做過的東西的人 那 我想要講的是 我創了一個新的Study Group 這個Study Group 最主要是針對Windows 然後所以 你對 .NETFX .NET Core 或 PowerShell Windows Internal 遊興趣的人 都可以進來這個 Group 然後這個 我們會有時候會有 Hands-on Session 跟Workshop 然後Telegram 好 3 2 1 換 然後接下來Size 如果有人要的話 3 好 結束 好 時間很準 好 那我們非常感謝剛才四位的Speaker 講得那麼快 好我開始覺得你被影響